那么摩萨德早年这些特工各个都玩命 有的时候真需要牺牲他真敢 这跟什么有关呢 摩萨德原来有一个规矩 就是如果我的人失败被对方抓住了 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救回 你比方说我特工抓住那好 那我可以跟你交换 或者甚至再付上赎金 我千万百计把你弄回来 就不损失自己的一个统治 所以摩萨德特工那时候都肯为组织效力玩命 那么他们是怎么招上来的呢 他不是说是向社会广泛招募 有的时候招募只是撒大网 由于这个犹太人遍及世界各地 往往有的人跟当地人也没区别 所以他们执行任务也迷信很强 招募的时候也以公司行事招募 愿不愿为国家销炼 你要说愿意 那么咱再详谈 有很多犹太人很爱伊斯兰 好 就通过这个方式把他招募上来 包括境外的不是犹太人的 他们也往往刻以重金 先把你吸引过来 然后再看行不行 你觉得行 然后再开始训练 他更多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已经是特工的人 把自己亲戚朋友招募起来 这样更加可靠 也有担保人 所以他通过这种方式 招募了很多死党为他效力 但是最近这些年摩萨德说是这样 失败的次数越来越多 跟什么 他人员素质有关 就他很难招生了精兵强将 为什么呢 这个以色列新一代的年轻人 好多人观念 国家观念很淡漠 已经没有那么强烈的国家观念了 所以说当特工不愿干 太危险 收入又不是那么高 所以他招生的人水平就不行 而且他招生的人这个标准 也比较苛刻 就比方说这个人有明显特征 一般都不招 你像我这样肯定当不了间谍 得什么让人当间谍呢 你愣人堆里就找不着 你第一面见过他 隔两天再见他 你忘了他是谁了 就这样平常的人 才可能当间谍 所以条件也挺苛刻 所以现在以色列摩萨德 招募是越来越费近 另外再有一个就是国际大趋势 就是他这种暗杀 尽管是不伤及无辜 怎么尽可能定点清楚 可是他确实也干过那种 没办法伤及无辜的事 所以遭到世界舆论的普遍谴责 再说暗杀 这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行径 你这种要是一旦上级无辜了的话 那世界舆论都会对你施加很大的压力 现在也不论你大国小国了 而且我们看 在世界和平的大趋势之下 你通过暗杀这手段 这是以暴制暴 只能是渊源相报和事了 根本无助于国际问题的解决 反而容易把双方仅存的一点 可能带来共赢的护信 把这护信给弄没了 所以说以色列摩萨德 现在受到的国际舆论压力越来越大 所以他们的暗杀 也越来越小心翼翼 很有可能今后 在国际舆论巨大压力之下 摩萨德只从事情报收集工作 就不能再搞这些 我想这恰恰是世界和平的大势所需 也是人心所向